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和徐凯这对CP听说很多人磕疯了 已经要求于正求二搭三搭了 杨子和徐凯这对CP确实在近期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和热议 不少人甚至因为他们的甜蜜互动而陷入了疯狂磕CP的状态 他们的配合默契和情感演绎让许多粉丝沉迷其中 更是有人纷纷向电视剧制作人于正求二搭三搭 希望能够看到这对CP在更多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杨子和徐凯两人的组合确实让人心生期待 他们在《亲爱的、热爱的》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不仅演技在线,而且在荧幕上的默契和化学反应也让人难以忘怀 他们在剧中的甜蜜互动和精彩演绎让观众们深深沉醉其中 不少人甚至因此成为了他们的忠实粉丝 面对如此强大的粉丝支持和热情呼声 电视剧制作人于正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象 不少粉丝纷纷向他求二搭三搭 希望能够看到杨子和徐凯在更多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这也是观众们对这对CP默契配合和出色表现的一种肯定和期待 他们希望能够看到这对CP在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作品中 展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演技和魅力 然而,对于电视剧制作人来说 要满足观众的期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杨子和徐凯的组合在荧幕上确实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是要找到适合他们两人的剧本和角色也需要一番功夫 而且,在选择作品时还需要考虑到 故事情节的合理性和影视剧市场的需求 不能盲目迎合观众的呼声 总的来说,杨子和徐凯这对CP的甜蜜互动和出色表现确实让人难以忘怀 观众们对他们的组合充满了期待和热情 希望电视剧制作人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 让观众们能够看到这对CP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 展现出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演技和魅力 杨子和徐凯的组合所带来的热议和期待也反映了观众 对于优秀演员的认可和喜爱 他们不仅在演技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能够在荧幕上展现出真实而引人入胜的情感 让观众们产生共鸣和情感连接 对于电视剧制作人来说 选择杨子和徐凯合作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因为观众的呼声 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两位演员的表现和角色的契合度 只有当两者都能够达到最佳状态时 才能够呈现出一部优秀的作品 让观众们满意 杨子和徐凯的CP组合在影视剧市场上 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商业价值 他们的合作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和收视 也能够为影视剧的宣传和推广 增添更多话题性和关注度 对于影视剧的品质和市场反响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 我们期待着杨子和徐凯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 继续展现出优秀的演技和默契的配合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品的不断推出 这对CP的表现将会越来越精彩 也必将成为影视剧界的一大亮点和热门话题 CP粉的产出也很多 我没想到杨子最成功的CP对象居然是徐凯 点 参考之前的丙丙 李线 肖战 邓卫 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一地鸡毛的CP对象了吧 杨子和徐凯的CP组合的成功引起了不少粉丝的热议和讨论 有人感慨称这或许是杨子迄今为止最成功的CP对象 相比之前的一些CP组合 如丙丙 李线 肖战 邓卫等 杨子和徐凯的CP关系似乎更为稳定和没有争议 成为了一个罕见的没有一地鸡毛的CP对象 在娱乐圈中不同明星之间的CP组合时有出现 而一些成功的CP组合往往会吸引大量的粉丝关注和追捧 然而随之而来的也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争议和矛盾 这可能来自于粉丝之间的竞争 也可能来自于一些外界的因素 但是杨子和徐凯的CP组合似乎避开了这些问题 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没有争议的CP对象 这也许与杨子和徐凯两位演员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关 他们可能更注重专业的演技表现 而不会过多地参与到一些非理性的粉丝争端中去 另外,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友情 可能也是他们CP组合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能够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成长 这样的关系更容易受到粉丝们的喜爱和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杨子和徐凯的CP组合也展现了不俗的演技和表演实力 他们在亲爱的,热爱的等作品中的精彩演绎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也让粉丝们更加愿意接受他们的CP关系 认为他们两人的合作是一种良好的搭配 能够为作品增添更多看点和情感 总的来说 杨子和徐凯的CP组合在娱乐圈中 算是一对相对稳定和成功的对象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优秀演技 为他们赢得了众多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相信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他们会继续携手合作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杨子和徐凯的CP组合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可能是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信任 在娱乐圈中 演员之间的默契和信任 对于一个CP组合的成功至关重要 杨子和徐凯之间可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互相信任的关系 这种默契和信任也使得他们的合作更加顺畅和自然 与此同时 杨子和徐凯两位演员个人的品质和形象也对他们的CP组合的成功 和演员之间默契配合的追求 观众们更愿意看到演员之间的友情和默契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八卦和矛盾 杨子和徐凯之间的CP关系正是符合了这一观众的期待 他们的合作也给了粉丝们更多的共鸣和情感连接 总的来说 杨子和徐凯的CP组合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包括两位演员个人的素质和形象 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信任 以及观众对于优秀演员之间默契配合的追求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品的不断推出 他们的CP关系会越来越深入人形 成为娱乐圈中的一对经典CP 杨子宝贝在平时的表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他非常善于跳舞 擅长调动气氛 常常以搞怪的方式活跃现场气氛 而麦成欢也是一位活泼开朗的演员 他在片场同样扮演着小太阳的角色 不断为大家带来欢乐和活力 杨子宝贝的跳舞记忆在众多粉丝心中早已是出了名的 他不仅舞技了的 而且在舞台上总能够尽情释放自己的活力和激情 他常常会在片场跳起舞来 为大家带来惊喜和欢乐 使得整个拍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 这种活跃的表现也成为了 他与粉丝们之间的一种情感纽带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麦成欢作为一位年轻有活力的演员 同样是片场的活跃分子 他常常以阳光开朗的态度出现在大家面前 用自己的笑容和幽默来调动气氛 为整个拍摄团队带来欢乐和活力 他与养子宝贝在片场的默契配合也是令人称赞的 两人常常相互取笑 调侃 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活跃的表现只是养子宝贝和麦成 欢在工作中的一种态度和表现 并不代表他们的真实性格 在生活中 他们可能也是平凡的人 有着自己的烦恼和困扰 因此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他们的表现 不要过分解读 总的来说 养子宝贝和麦成欢的活跃表现在片场为整个拍摄团队带来了欢乐和活力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阳光开朗的态度也让人印象深刻 相信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 他们会继续以优秀的表现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养子宝贝和麦成欢的活跃表现 不仅在片场上为工作氛围增添了活力 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和感动 他们的搞怪和幽默常常成为了粉丝们追捧的焦点 也是许多人喜爱他们的原因之一 养子宝贝以其俏皮可爱的形象 加上出色的演技和舞蹈天赋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他在片场的活跃表现 不仅展现了他的自信和幽默感 也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和快乐 无论是在拍摄间隙还是工作休息时间 他总能用自己的独特魅力吸引众人的目光 成为了大家眼中的一颗明星 麦成欢同样以其阳光开朗的形象 和幽默风趣的表现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 他在片场的活跃表现常常让大家捧腹大笑 也为工作氛围增添了许多乐趣 他与养子宝贝之间的默契配合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两人的相处之道也成为了粉丝们羡慕的对象 除了在工作中的表现 养子宝贝和麦成欢在生活中也是一对默契的好朋友 他们常常一起外出游玩 聚餐 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彼此成为了生活中的重要伙伴 这种真诚的友谊也让他们的粉丝们更加喜爱和信任他们 愿意成为他们的坚定支持者 总的来说 养子宝贝和麦成欢的活跃表现和默契配合 为他们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不仅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演艺才华 也展现了他们普世可爱的个性和真诚的友情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演艺事业会更上一层楼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 成欢季豆瓣评分确实有些低 但这并不能否认该剧在剧情节奏和热议话题方面的出色表现 剧中的情节紧凑 高潮迭起 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和关注 此外 有老中青的吴彦书 何赛飞何杨子等三代戏鼓加持 更为该剧的品质保驾护航 成欢季的豆瓣评分虽然不高 但是观众们对于剧情的讨论却是热度不减 该剧的情节紧凑 节奏紧凑 每一集都充满了高潮迭起的剧情 令人目不暇接 从剧中的反响来看 观众们对于剧情的反应褒贬不一 但无疑剧中的情节设计和发展是 引发热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剧情本身的吸引力 剧中的演员阵容也是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吴彦书何赛飞何杨子等三代戏鼓的加盟 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和亮点 他们在剧中的出色表现和专业演技 为整部剧的品质保驾护航 也让观众们对于该剧的期待更加高涨 老中青的演员组合也为 成欢季增添了不少话题性 各个年龄段的演员在剧中展现出了不同的魅力和风采 共同演绎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 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和精彩表演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剧中角色的生动和立体 总的来说成欢季虽然豆瓣评分不高 但在剧情节奏和热议话题方面表现突出 演员阵容的强大加持也为该剧的品质保驾护航 为观众们呈现了一部精彩分成的电视剧作品 相信随着剧情的发展和观众口碑的传播 成欢季将会有更多的观众认可和喜爱 在维流量时代 要找到一部能够同时受到年轻和老年观众追捧的高质量现代剧集 确实不容易 但成欢季却做到了这一点 这部剧不仅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 也赢得了老年观众的青睐 实现了老少贤疑 各取所需的目标 现代剧集在当前的电视剧市场上竞争激烈 观众口味也日趋多样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部能够同时吸引年轻和老年观众的剧集 显得尤为珍贵 成欢季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成欢季在剧情设置和人物塑造上做到了老少贤疑 剧中的情节设计既有年轻观众喜欢的青春浪漫元素 也有老年观众喜欢的家庭情感和人生哲理 满足了不同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 同时 剧中的人物形象也十分丰富多彩 有着各自的性格特点和成长轨迹 让观众能够在剧中找到共鸣和情感共鸣 其次成欢季在演员阵容和表演水平上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该剧不仅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还有一些年轻有为的新生代演员 他们的精湛演技和出色表现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和亮点 观众们在剧中能够看到各个年龄段的演员在角色中的生动表现 这也是吸引他们观看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成欢季在情感渲染和氛围营造上做得相当不错 剧中的情感线索紧密扣合 情节高潮叠起 让观众们始终保持着紧张的观影状态 同时 剧中的幽默搞笑和感人至深的情感场景也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观影体验 让他们忍不住沉浸其中 不愿离去 综合来看成欢季成功实现了老少嫌疑 各取所需的目标 为观众们带来了一部优质的现代剧集 在维流量的时代 这样一部能够受到广泛喜爱的作品实属难得 也体现了其在剧情 演员阵容和情感表达等方面的高水准 成欢季的成功在维流量时代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思考 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 流量明星和IP热度 往往成为了影响作品口碑和收视率的重要因素 但成欢季却在这样的环境下脱颖而出 实现了老少嫌疑 各取所需的目标 这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首先成欢季成功实现了老少嫌疑的目标 主要得益于其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的精准把握 剧中不仅有着年轻观众喜爱的青春浪漫情感 还有老年观众喜爱的家庭情感和人生哲理 使得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够在剧中找到共鸣和情感连接 这种多元化的情感渲染和剧情设置使得成欢季具有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其次 演员阵容的精良也是成欢季成功的关键之一 该剧不仅有老中轻的实力派演员加盟 还有一些年轻有为的新生代演员 他们的出色表演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和亮点 观众们在剧中能够看到各个年龄段演员的精湛演技和生动表现 这也是观众们喜爱该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成欢季在情感渲染和氛围营造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 剧中的情感线索扣人心弦 情节高潮叠起 让观众们始终保持着紧张的观影状态 同时 剧中的幽默搞笑和感人至深的情感场景也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观影体验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关注 总的来说成欢季在为流量时代成功实现了老少嫌疑 各取所需的目标 为观众们呈现了一部优质的现代剧集 他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和努力 也为电视剧市场注入了一股清流 让观众们能够在娱乐的同时感受到更多的情感共鸣和启发 杨子和徐凯主演的成欢季在播出期间创造了惊人的热度 甚至超越了腾讯视频的程式题材记录 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 首先 杨子和徐凯这对演员组合本身就是该剧备受期待的一大亮点 两人以往的出色表现和广受好评的演技为该剧的热度增添了不少看点 观众们对于他们两人在剧中的默契配合和精湛演技充满了期待 这也成为了该剧备受瞩目的原因之一 其次成欢季所呈现的剧情和题材也是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该剧以城市题材为背景 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 情节紧凑 高潮迭起 引人入胜 观众们对于剧中情感线的扣人心弦和角色命运的反转变化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这也为该剧的热度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此外成欢季在宣传推广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 制作方在剧集的预告片和海报发布之后 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和线下活动大力宣传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关注 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和互动环节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了解剧情和演员的机会 进一步提升了该剧的知名度和热度 最后成欢季在播出过程中持续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和关注 剧集中的情节发展和角色命运的转折不断吸引着观众们的目光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积极讨论剧情走向和角色命运 形成了强大的观众互动效应 进一步提升了该剧的热度和关注度 综合来看 杨子和徐凯主演的成欢季之所以能够热度破腾讯热度都市题材记录 既得益于两位演员的出色表现和备受期待的组合 也得益于剧情设置的精准和宣传推广的巧妙 更得益于剧集本身出色的制作和引人入胜的情节 相信随着剧集的不断播出 它的热度和口碑还会继续攀升 成为一部备受追捧的现代题材佳作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